Hello,大家好,我是妮妮,欢迎来到今天视频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的一个购物分享 然后都是属于鱼片时尚类的单品 都包括有衣服,鞋子,包包这些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进入主题吧 那首先想先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三件衬衫 今年的春夏天吧 我发现我除了是买背心以外呢 我还特别喜欢买衬衫 每一件都是我真的非常喜欢的 我一件一件的来和大家讲吧 首先先讲这一件吧 这一件呢是在之前的Vlog里面有出现过的 就当时我去他们的店里面去试嘛 然后品牌是叫Zadig & Voltaire 那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Zadig & Voltaire嘛 就这个牌子也是我最近就刚刚发现的 然后想要新尝试的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那种法国的服装品牌 但它整体的风格我觉得是属于那种 有加入镜的摇滚的法式风情的衣服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很多衣服里面 都是有一些摇滚 然后金属的元素 就是相对而言比较酷一点 然后我当时在试它件衬衫的时候 我首先被它吸引的 就是它这个袖子上面的一个飞边 就是它穿上之后 它的整个飞边不是属于那种 你知道有很多品牌设计飞边的时候 比如说它就是一条直线 是走直线条的嘛 那那种穿在身上的时候 虽然说飞边它这种立体的一个材料在外面 它会带有一种的灵动感 但是因为它整个线条比较生硬 就会缺少一些潇洒的感觉进来 你会看到这件衬衫呢 它袖子上的飞边就是属于不规则的 有点像那种流动波动的一个感觉 穿上身之后 我觉得袖子这里会给我一个感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会比较像是 那种比较偏摇滚或者说 有点带有作秀性质的那种牛仔秀 就比如说像美国西部那边的那种牛仔秀里面 像那种牛仔身上穿的牛仔服 然后它会有流苏嘛 然后那个流苏有时候也是会有波动感的 会带有一些帅气的流动性进来 但是呢这件单品也很像在 Dick & Motel他们家的一个设计嘛 就它是法式浪漫 加入了摇滚的那种帅气进去的 所以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 我本身所传递出来的感觉也是相对而言比较柔和和温柔的 比如说像领口这里呢 也还有蕾丝哦 但是它不是属于那种 比较像丝绸那种蕾丝 而是就是棉质的蕾丝 看上去我觉得会更加临加一点 再包括了这件衣服 因为它是主要的材料都是棉质嘛 所以穿在身上的时候是属于比较带有温和和温柔感的 不会太有攻击性 再包括前面这里都是这种束线条的一个立体条纹 我个人觉得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既可以有一些温和温柔的来自法国的那种浪漫风情 但是又包含有了摇滚 然后那种帅性的感觉进来 然后第二件呢 我买的是这件 米色的一件真丝的衬衫 是来自Sea by Chloe的 就Sea by Chloe是Chloe他们家的一个副鞋嘛 就相对而言我觉得更少女 然后清明一点 价格呢也会更低一点 那像这个飘带我平时使用的方法呢 第一个就是可能打一个比较松的蝴蝶结 吊在胸口这边 这样来打结的时候呢 会更加有一种你知道 比较公文的优雅感 那像平时穿去 如果上班或者通勤的话 如果你们公司对通勤的衣服要求不高 像这种衣服穿上去 也是会有那种通勤 然后比较正经优雅的一个感觉的 那如果说这件衣服 我想要穿得更加随性一点的话 我就会把这一根 可能搭到旁边来一点点 就你的领口这里 会像是有一个丝带搭过来 但是其实这一件呢 我最喜欢它的部分是它的肩膀部分的设计 就它可以让你在穿上去的时候 显得我们的肩线更好看 然后肩膀这边不会是往下掉的 而是会有一点点像提起来的 整个人的精气神是足够的 就是因为它旁边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泡泡秀 就是在这旁边 另外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件衬衫上面 它这上面这一节 就在肩膀这一节 它设计成的是两层的 就面料会比较厚一点 并且上面有这种条纹的一个缝线 我觉得像这个缝线的设计也是非常聪明的 就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肩膀这边 显得更加的立体一点 因为有些衬衫它在设计的时候呢 它就是肩膀这边 它不会给你增加更多的布料的话 它就是软趴趴的嘛 穿在身上的时候 并不会显得我们的肩膀线条更好看 而且会显得整个人气场有点往下掉 因为它这种软趴趴的材质 放在身上这一块会显瘦 但放在肩膀这边 就是会显得你整个人没有形状 而且再加上这件衬衫 它整体的面料是百分之百真丝的 所以穿上的时候 整个你看灵动度也是足够的 而且像这一件 它的颜色也是米色的嘛 就不属于那种会挑肤色的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件呢 也是属于这种米色的一件衬衫 它其实跟刚刚的那一件 C by Chloe非常的像 但它穿上身的整体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如说像C by Chloe那件呢 穿上身的时候 依旧是比较浪漫温柔的 就穿上身的时候吧 会感觉这个女生吧 这个人安安静静的 但是这一件呢 就属于那种你乍一看 你就会觉得它 好像安安静静的 但是好像又有点个性的感觉 那会带有这样感觉的原因呢 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前面的领口这里 是属于那种中领的 就它没有像刚刚那件是V领的 所以它整体会给人一种 境遇感和距离感 就是会给人一种 这个人有点酷酷的感觉 另外呢 就是这件衣服它的材质 就你会发现它 虽然也是垂坠度很高的 丝质的面料 但它的表面呢 是属于这种亮面的 穿在身上的时候 都要比刚刚的那种 透感的磨砂感的真丝 看上去会更加的有个性 然后有攻击力一点 而且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穿法呢 就是会把前面这里稍微打个结 然后穿上之后 它就是会变成一件丝质的 并且会有形状 有皱褶感的一件衬衫 而且这件衬衫 它最大的一个亮点 其实是在背后的 就它背后呢 给你设计了漂带 就跟刚刚的那个 C by Chloe完全不一样 它的整个这边的V领 和它的漂带 是设计在背后的 所以我在穿这件衬衫的时候呢 我其实基本上 都是会把头发给 扎起来的 或者说就把头发 一定要别到后面去 其实这一点呢 也是我会非常注意的一点吧 就如果说我今天穿的衣服 是属于那种领口比较高的 然后它又没有露出前面有V领啊 或者说露出前面锁骨的那种设计的话 我基本上都会把头发给扎起来 包括其实像今天 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因为它旁边是有领口的嘛 那我也就不会说 我要把头发放到前面来 然后这样就是长发 怎么怎么样的 你看就会一下子 变得整个人脖子很短 然后很不清爽 那如果我不扎头发的话 我就会把它放到后面去 整个人一下子就会干练不少 而且也会帮助我们 把衣服前面的细节给露穿 其实这也是会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吧 就我经常看网上帖子 就会有朋友问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时尚博足 怎么全部都是短发 因为我之前前两年不是剪短发嘛 然后最开始剪很短的时候 很多朋友说我剪短发很丑 我也知道 就很不适合我这种方脸 但我当时为什么要 从很长头发剪到短发呢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发现我平时在拍照片 然后展示衣服的时候 像这种长发 很容易把衣服的细节给挡住 从而还会显得我脖子短 然后会显得就整个人 有点拉里邋遢的 所以说我当时才会导致说 我想要去把头发剪短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 时尚类博主去剪短头发 都有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的 反正就是会显得 整个人会干净利索一点 然后你展示衣服 也会看得更清楚 但是我确实不太适合短发 所以我现在又把头发留长了 平时就是会把头发扎起来 然后尝试换不同的发型这样的 然后这就是这一件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袖子呢 也是这种泡泡的灯笼袖 好了那接下来呢 是两条牛仔裤 因为我最近在准备一只那种 怎么说呢 最完美的牛仔裤合集的饰品 所以说呢 我就最近在疯狂的 试不同的牛仔裤 然后入手不同的一个牛仔裤 如果想看的朋友 可以在弹幕里面打个6支持一下 我让我更加的有信心吧 因为确实像这一类的饰品吧 都是那种相当耗时间的 就是可能前期的准备工作 就是要做很长一段的时间 要买很多的牛仔裤 回来试一试啊 所以就最近都还在囤 就牛仔裤 然后不同的牛仔裤去试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大家就可能需要再等一等我啊 就等到我觉得确实 我就找到非常完美的那些牛仔裤的版型 然后凑齐了之后 就会跟大家拍这样的一个视频的 那首先想先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这一条Totain的 一条9分的阔腿牛仔裤 那这一条牛仔裤呢 我其实种草了很久了 然后最近呢就看到Farfage 他们不是年终折扣了吗 就在打折 我就直接买回来了 而且呢他的这个蓝色 是属于带了一点点绿色的冷掉的那种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get啊 就是有一些蓝色牛仔裤呢 它是属于明亮度相对而言比较高的 就是它的纯度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像这一条呢 就它里面加了一点点的绿掉在里面 像这种颜色是我个人而言 就是觉得做的非常高级的一个浅蓝色的牛仔裤 它就不会显得太过的平淡 而且在搭配 无论是浅色系的单品 还是深色系的单品的时候 都是可以保有它本身这几条牛仔裤的那种浅蓝色的一个质感的 那这条裤子呢 其实我整体都非常喜欢 但是需要注意的还是一点 我每次在讲Totel的裤子的时候 我都会跟大家讲这一点的 就是他们家的裤子 腰臀比例都非常的小 就属于腰围和臀围差别不会太大 也就意味着 如果你是属于那种离形身材 就比如说你腰非常细 但臀围又相对而言比较大的朋友的话 在穿他们家的裤子的时候 很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腰围合适 但臀围就绷的根本就是塞不进去的那种 另外想跟大家聊的呢 就是最近发发起 Farfage他们不是有年终折扣了嘛 然后有很多的新款都参与 所以我还挺推荐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的 因为我当时就是在闲逛的时候 逛到了这条牛仔裤 因为我之前就是一直在等它的折扣嘛 然后这一次我看到它的折扣是属于 就我看起来就是最低的一个时候了 所以我就立马入手了 而且Farfage也是一个很大的电商嘛 就他们可以全球直游 然后14天的无理由退货 然后也可以支持支付宝付款 所以就买起来挺省心的 因为平时我在推荐的时候 有朋友就是会私信给我问我 就是如果在国内的话 要怎么买一些国外的牌子 然后价格会比较便宜的那种 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而且我也觉得Farfage他们家 非常适合去发掘一些小众的品牌 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全球的买手店的一个集合网站嘛 所以它里面的单品和品牌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像我平时有时候想要去发掘一些比较小众的牌子的话 我就是会去逛一下Farfage上面的 因为一般就是逛Farfage的话 就基本上就是把全球的大部分的一些买手店都给逛了 而且也很适合就是你去找一些 现在已经断货了呀 或者说很难买的一些单品 就是你在上面去找的时候也很容易就能找得到 然后另外一条牛仔裤呢是这一条 是我新尝试的一个品牌叫Borish 就是男子男孩气的一个意思吧 就他们家的一个品牌 所以他们家出的大份的牛仔裤 我都觉得是相对而言偏向于比较中性的 就整个版型 而且也是比较基础简单的 就不会有太多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的整个版型很好 就它的版型是属于直筒裤 但是呢穿上身的时候是相对而言比较贴身修身的直筒裤 就穿在你身上的时候与你的腿之间是有一定空隙的 但不会太过的宽大 我发现我自己试下来那么多条牛仔裤 其实最容易显腿细又显腿直的牛仔裤版型 就是这一类窄腿的直筒牛仔裤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直筒牛仔裤呢 它就是能够最大可能的去帮助你修饰你的腿型 就有哪一点点不是特别直的地方 它都能够帮助你修饰的很直 但是它又不会太过的宽松 说去把你的整个腿显得比较宽松 所以就没有那么去禁锢你上半身怎么去搭配 像我穿这条牛仔裤的话 就算我上半身穿的是比较宽松的衬衫 也是OK的 不会显胖 但如果是那种宽通的牛仔裤的话 你上半身再去穿一件宽松的衣服 可能就会有显胖的一个危险了 反正像这一条呢 整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然后之后我等到要出牛仔裤视频的时候 再跟大家细细的讲吧 反正它这种九分的裤子的话呢 也很适合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吧 就无论是你搭配槐靴 还是像现在可以搭配单鞋和凉鞋 都是非常好看的 那另外呢 是我最近收到的一双非常显脚 修长和细长的鞋子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喜欢自己的脚 修长和细长啊 反正我自己个人而言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的脚看上去 修长细长调顺的话 调顺的话 就会显得我整个腿看上去更长 然后整个人会看上去更加斯文一点 怎么说呢 会更加优雅一点的那种感觉 那这双鞋子呢 是来自一个叫Puzzle的牌子 那这是我的第三双他们家的鞋子了 反正他们家的鞋子全部都是 就我有三双嘛 都是属于那种超级好走 超级好穿 然后性价比很高的类型 就全部都是属于那种 你出门走一天也不会磨脚 很舒服的 就为什么这双鞋 就是你穿上的时候 会显得我们的脚调顺 然后显得脚非常的秀气和细长啊 就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这双鞋子 它的前面这个鞋面到鞋头的线条 设计的很流畅 而且呢 它鞋头这里到鞋面宽度的比例 掌握得很好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鞋子呢 它为了能够让你的脚就显得更长一点 然后或者说显得更 修长往前延伸嘛 就会显得腿长嘛 就会设计的说 直接一下子就溜溜溜溜到前面来 很长很长 那我也有试过那种鞋子 但是我发现那种鞋子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完全没有在乎 这个前面的鞋头 跟鞋面的一个比例的鞋条 如果它一旦不鞋条 就是会反而显得你脚很小气 然后就是会显得好像 仿佛你前面的脚趾是挤在前面的 就是你穿进去的时候 可能真是挤在前面的 然后另外一点呢 就是会有一种 好像你把你自己的鞋子的鞋面 这边撑开了 显得你的脚 仿佛给人的想象出来的感觉 是你的脚很宽 然后把鞋子就硬要挤在 那个鞋子里面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鞋 我是真心买过那种鞋子的 我当时上脚一试 真的是气得不行 我赶快脱下来就给退掉了 但这一双呢 它的整个比例就设计得很好 就是它的前面宽度 就属于那种比较宽一点的 穿上脚的时候 不会说你的脚 还要把它往外挤 然后另外呢 就是它鞋头这样 一点点到鞋头的时候 鞋头也是有一点点小风头 并且宽度不会很窄的那种 然后整个线条又很流畅 又是整个视觉是往前延伸的 也会显得我们的脚 就更加的修长 然后视觉往前延伸之后 腿也会看上去更长一点 而且像这一双鞋子呢 就它的整个颜色 也是属于这种米色系的 不是纯白的 就像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那个衬衫嘛 就像这种米色的话 就不会显脚黑 显得我们的脚更白 然后颜色更亮一点 而且这双鞋子 它的整个皮质很软嘛 就给你们看一下 就整个皮质很软 穿上去的时候 也不会有那种磨脚的问题 那我最近呢 还收到了一件 这种白色的小吊带 品牌是Petty Studio的 然后这件小吊带 当时吸引我的点呢 就是它在下摆这边 有设计一个交叉的绑带 其实这也是 如果平时是属于 比较喜欢买吊带的朋友 那你想要在吊带上面 去有一些变化的话 我都是比较推荐大家 去选择这一种 就它有那种线条的 不一样设计的一些吊带的 因为我们在夏天 去穿衣服的时候 不太可能去玩叠穿嘛 就你叠那么多层 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说呢 就单穿一件吊带 如果是很基础的款式的话 你穿久了 可能会觉得腻 那像这种类型的吊带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就是这种 不一样的一个线条 来组合而成的 而且像它下面的这个线条呢 就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它就会绑在腰上这边嘛 像这种线条 它就还可以帮助我们 去模糊一下下 我们腰部的这边的一个曲线 就如果说有些朋友 就你在穿那种 短款的小吊带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露出 那个腹部那边 你会没有那么有安全感的话 可以先尝试一下这种 就它在腰部的地方 有稍微有一些些的设计 就它放在那里的话 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而且它可以帮助你去 稍微的遮住一点 你腰部的一个线条 可以模糊一下 也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搭配的裤子呢 也是我在上一次的 那个初夏穿搭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一条黑色的百慕大裤子 也是Pattie Studio他们家的 反正这条百慕大裤子 是我最近穿的 最多次数的短裤了 因为它穿上身的时候 就是莫名显得 我的整个腰臀线很流畅 显得人很瘦 而且呢也是比较少见的 可以显腿细的百慕大短裤 因为百慕大裤子的特点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属于这种 比较宽松一些些嘛 穿在身上的时候 就是会显得整个胯部很宽 但这一条就完全不会 反而会显得 我们的整个腰臀线条很流畅 反正这条真的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就如果你在找 这种百慕大的裤子的话 那另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最近新入手的 一个包包 我给它取的名字呢 就是千禧年运动风包包 是来自一个国内的品牌 是叫Amazing Song 然后我当时看到 这款包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眼前一亮 就感觉它把我带回了 我小学的时候 就我记得那个时候 还是零几年嘛 然后就非常流行 像嘻哈呀 就那种风格 就例如说像现在 都还有那种 Y2K的那种穿衣风格 然后在那个时期 就有一种流行 就是属于一种运动风的包包 我记得那个时候吧 就大家还没有那么去 沉迷于奢侈品的包啊 那个时候大夫买包 都是属于那种运动风的包 当时呢就有很多的运动品牌 出了这种类型的 有点像枕头包的 这种方形的包包 我小学的时候呢 是不背书包的 因为我是住校的嘛 那么像 只有就周五放学就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呢 也不会有作业 其实就已经在学校里做好了 我就不用背那个作业本拿书回家的 就直接扔学校了 我就背一个那种鞋胯的包啊 那种运动风的包 又酷酷的 因为我其实小学的时候 还是一个嘻哈少女 就那种穿很大的牛仔裤的 我知道可能会有一点点难以想象 但我以前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就不知道有多少看我视频的朋友 是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了 大家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留言 可以说一说 你是多少多少年的呀 就有没有经历过 或者说你在小学的时候 都在穿什么样风格的衣服 而且呢 像这款包 它的整个皮质也是属于 很类似于当时那种 运动风包包的一个面料 你看就是这种 有点哑光亮面的 就有点介于那种亮面 和哑光皮质之间的一种材质 并且呢 这款包的皮质是那种全胎牛皮 所以摸起来的时候也很软 就它的整个手感都跟我小时候 背的那种运动风包 一模一样 就还挺惊喜的 而且这款包 它的整个设计上面 有个很聪明的地方 就它在这个肩带这边 就设计的比较长 它又给它加长一个设计 我觉得这个设计 它最聪明的地方 就是可以去帮助我们 去中和掉这种方方正正 胖胖的感觉嘛 就中和掉它的一个体积感 会看上去更加亲密一点 就当你背在身上的时候 而且这款包包呢 它的整个容量也非常大 就属于那种 一看你就不用担心容量的嘛 就什么都可以放进去了 像那种驴散呀什么 都可以直接塞进去 而且像这种米色去配 牛奶巧克力的棕色 也非常的耐看 就有一种很柔和的感觉 好了那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最近为我健身购买的一双 健身穿的运动鞋 是来自一个叫ASKUS的一个牌子 我之前这种健身穿的鞋子 也跟大家分享过嘛 就是这一双 是来自一个叫HOKA的牌子的 然后这个型号呢 是叫Cloud 就它穿上的时候 真的超级舒服 就它的整个鞋底 真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是踩在云上面的那一种 就尤其是你穿着它跑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双鞋子 它就是像有弹簧一样 它可以帮你弹起来 所以你在跑步的时候呢 就是会比你穿其他的鞋子 跑起来要更加的轻松一些 就我健身呢 就只有这一双鞋子穿 因为我以前就是觉得 就是你看身也没有见到 有多么多么的好呀 结果要买那么多的健身服 然后鞋子就如果还狂买的话 就感觉好像说不过去嘛 而且我觉得健身就是要穿的话 就可能一双鞋就够了 所以我就坚持了有两年多 都没有买第二双 直到呢 我最近因为健身的时间 就是次数真的就变得很长了 就基本上可能一周要去个五次 我呢就是有点想要再买一双鞋了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平时健身服呢 有浅色的 也有深色的 那那一双呢 就搭配浅色的非常好看 比如说再搭配一个白袜子什么的 就反正健身嘛 就是我也希望我穿的挺好看的 然后充满自信的 走到健身房去健身 所以说我就想说 那我平时穿那种深色的衣服 穿黑袜子的时候呢 我就想要买一双这种黑色的鞋子 也比较百搭 我就看来看去呢 就看中了这个 ASCUS的这个鞋子 就最近就正好看到 Essence在打折嘛 又是我想要的 就在我的wishlist里面的那个型号 就打下来就只要一百出头的样子 就很便宜 然后我就买回来了 就买回来上脚一穿 发现整个脚感很好 主要的一点呢 就它的这个鞋头 前面设计的是有一点点微微上翘的 并且它这边的这个弧度 它是有一点点固定的 所以你当你在走路的时候 它的鞋头本身会有一个助力的效果 它会帮助你的鞋子这样 就帮助你的脚这样弯起来 决定无论你是在走路还是跑步 都是会更加轻松的 反正这双鞋我还挺喜欢的 再加上这个鞋底这里是有尺的 所以我觉得像平时出门去 外面跑步的话 也是会可以去应对 不同的一些路面条件的 就会更加防滑一点 然后好了 这就是我最近买的一些 关于时尚类的一些单品 然后就算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下方点赞一下 支持我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也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大家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和instagram 然后小红书这些我都有在定期的更新 那我们下视频再见吧 拜拜